美国总统川普在当选后的第一个911纪念日发表说 他表示美国不会忘记将近3000名无辜的死难者 也不会向恐怖主义低头 16年前一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美国客机 撞向国防部五角大楼 造成机上及地面一共184个人遇难 在五角大楼纪念员举行的纪念仪式上 遇难者的名字被一一宣读 国防部长马蒂斯说 在2001年的袭击之后 美国凝聚成一个整体英勇的事迹 和悲似怜悯无法延进 川普总统在讲话中 对五角大楼应对911恐袭的工作表示肯定 他在缅怀恐袭中逝去的无辜生命的同时 也重申了美国不会向恐怖主义屈服 没有恐怖主义屈服